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就足够了 大家看电影吧 看看老朋友 那我们就聊起来 我先讲几句吧 就是我刚才断断续续也看了一会儿 好久没看 还是那个想象和以前的事 这个片子 片头大家看到了 写的是这个北京电影学生作业 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四年级 然后本来没有想要拍小五这个电影 之前我写了一个短片叫夜色温柔 这个短片是讲一对男女 他们那个相爱很久 但是从来没有机会一起过夜 然后就终于这男孩有了个房子 然后一对就这么一个夜晚 一对男女 他们之间的爱情 就是当我写了一个剧本 找到钱之后呢 正好就春节了 然后就回三西 回我的老家过过春节 一过春节回去就发现那个县城里发生了特别多的这个变化 首先是我们那儿那条街要拆掉 那个街 主街道 这个很多都是那个明清时候的建筑路吧 就跟北方很多那个老县城都一样 那里面有很多记忆 他要拆掉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县城外面有一个市场 那个市场原来是卖衣服的 但我回去那年全部变成了歌厅 真的像片里面就实景拍的 什么维也纳歌厅啊 莱茵河之夜啊 全是这样的歌厅 然后特别是我那些哥们 就我那些同学 就是因为我读书特别晚 我二三岁才读大学 所以我回去时候 有的我的同学年纪比我大点 同学都有小孩了 然后我们这些同学 这些的高中同学 他们的家庭关系里面也非常有关系 就是这个 父亲要离婚了 然后孩子要跟父母分开住了 然后哥们之间闹别诱了 就说来说去都是因为钱的问题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这个 97年时候感受到那种剧烈的变化 一下子把我吸引去 然后用很短的时间 我自己有两个星期 把这个故事写好 然后给了那个制片人 那制片人看完之后 他也觉得挺好的 就说我用同样的预算 我不拍这个35毫米的那个短片了 我用16毫米拍一个长篇 这样的话就是 从今年4月开始拍 拍到21天就拍完 之后就是一个很漫长的 这个后期制作的这个过程 后期制作一直到2000到1998年的2月份 就才才做完 然后参加了那一年的柏林电影街 再来 你们是第一次看还是早就看过 有哪些同学第一次看 还挺多的 好像 我刚才看到 假张科我就觉得 时间真是快 十年前 1998年 我还待在纽约的一个屋子里面画画 忽然就接到一个长途电话 是从北京打来的 是我一位老朋友叫林旭东 在做的 关心影像的同学 不知道听说过他没有 我们两个都是上海人 这个十七八岁就认识了 一块长大 而且都是在江西插队 就是老知青 两个人一块学油画 然后到80年代我们就分开了 他留在中国 我就到纽约去 那么还一直保持通信 到今天我们大概认识 有四十年了 那么十年前 1998年 他忽然打电话给我 他说最近出了一个人 叫假张科 出了一个电影 叫小五 他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就是 我是80年在中央美业毕业 然后82年走掉 他84年才考上中央美业 在打化系所研究生 然后在88年毕业以后 他就被分到广播水源 而且就在那段时间 他做了一个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学西化的 我觉得一定要看到原作 我得出去 可是他那会儿呢 就是他是一个书生 很安静的一个人 这个觉得出国太麻烦了 他不想走这点路 那么这样他觉得电影 没有原作的问题 我今天看在北京看教父 和我在罗马或者纽约看教父 是都是面对同一部电影 所以他的大量兴趣就移到电影上 那么到了广播学院以后呢 这个他就在电影导演去教室 是很有意思一个学话的 但因为是因缘际会啊 他就目击了第五代导演的这个 去崛起和成功 同时又认识了一批第六代导演 大家应该知道像张元这些人 所以这位林徐中在九十年代 就持续跟我通信 就谈目前中国电影的一些变化 一些变化 他经历了第五第六代 起来的有兴奋 然后慢慢有失望 那么到了九八年的时候 可以说他对前两代导演 至少已经没有太多热情了 这个是一个 他认为是中国电影 非常逼迷的一个状况 那个时候第五代 拍出了他们相对来说 好的一批电影以后 也正在一个 一个 怎么说一个 一个低潮的时候吧 大片还没有出现 第六代导演呢 就是后劲弱一点 拍出了第一批电影以后 也没有特别重要的电影关系 所以这是十年前的状况 实际上 那么我在外头 不是很清楚这个状况 那林徐中持续跟我说 然后就在那一天 忽然给我来电话 我一直在时间 那个在他已经半夜了 显然他非常激动 他最近出了一个人 出了一个小五 他说你这样 我马上快递给你一个小五的那个路线带的片子 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了 收到以后呢 我就第一遍看了小五 看完以后 我就明白为什么林徐中当时会这么快的给我来电话讲这件事情 当然此后呢 你跟老林也变成好朋友 他的很多电影都愿意听老林的意见 这个跟他商量 讨论 甚至 互相有不同的意见 交锋案 这些 这个过去几年 我相信 想到跟老林都在 都在做了一个 呃 非正式的一个 他从来没有 他没有介入过你的一个 这个 板子 或怎么样 都是以这个顾问的方法 总每次都是 拍完之后 特别是剪辑阶段 他有很多经验 啊 对 呃 大家没有机会见到林徐中这个人 他 呃 他是非常本色的一个人 同时又很深层 是一个学问非常多 而且毫无功利心 不愿出名的一个人 他参与了中国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包括 很多地下的电影和纪录片 他他都出过力 一个幕后的英雄 他也亲自这个张罗了两届 就是国际纪录片的这个座谈会 在在中国电影界 啊 那么我当时看了小五以后 我就明白他为什么在 对第五代第六代的一个 比较失望 或者沮丧的情况下 哎 他会对当时刚刚出现的这个 甲张科 会这么看重他 那么这一年也很巧 就是 我正好对中央美院的老朋友和老师 叫过来 在那带课 带几个礼拜 呃 你记得吗 我跑到美院来 比如看到你在画小五 他当时就拿这个小五各个大学跑 呃 不是录音 因为当时呢 对我们有一个拷贝是这个16毫米电影胶片的拷贝 但那个拷贝呢16毫米在国内做不了字幕 那么整个对白呢 又都是山西化 所以每一场放映我都要在旁边同声传译 对 不管是小五的还是胡妹妹的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我跟那儿说 在后来这个拷贝也被电影军没收了 我现在没有拷贝 对 中央美院的厂子比这儿小多了 就是我就坐在你们当初的哪一台十几台 然后假装不在这个位置 就打算他的最后一台一个小灯照着他 他几乎要每一句话都要告诉大家大家讲什么 就非常奇怪的一个一个观看经验 我就又把小五看了一遍 是电影是胶片的 后来在一个什么场合我又再看了一遍 反正我一共看过三遍小五 那么也没想到再过两年我人就回来了 回来那一年就正好碰上小张科 拍完了战牌 是吧 拍完了战牌 这个半夜三更把我和阿诚叫过去 就那么看了一场 马路上热的 就是这个你都粘在一块 我记得看到是晚上两点多钟 就我就看到他第二部电影出来了 死后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 一直到目前我看到这个剧的一部是 三三十号 所以我 我很有幸看到了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和他死后这十年期间 一个电影 我都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那么这里面又要提到另外一个人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中央美院的一位 现在不应该叫青年教师了 这是刘晓东听着我看 刘晓东 刘晓东呢 比 比 假张科要大 你是73年的 你是70年的 那你输狗 但是 对不对 刘晓东是63年的 他比我小 整整十岁 我毕业的时候 他说我教过他 我完全忘记 他当了副中的学生 那么 刘晓东是我在1990年 在纽约的书摊上看到美术杂志 看到他的画 我就非常兴奋 有点像当时林匹东看到 看到假张科那样 我忽然发现中国出现这样的画家 然后我就马上写信给他靠近 我才知道他是我的校友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然后我也有幸看到刘晓东在1988年 第一件作品出现 一直到今天 他怎样走过这一段创作 我就发现是 刘晓东是一个早几步在绘画界的 类似贾张科的这么一个角色 贾张科是晚线人在电影圈 刘晓东这么一个角色 我这个比喻只是我私人的 这个贾张科为你同意 就是从他们两个开始 第一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口口声声 说是要追求一个现实主义 人道主义 然后艺术要非常强烈的表达 这个时代 其实我们这几代人都没有做到 第五代没有做到 我也没有做到 我的上五代更没有做到 因为不允许 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国家的政治情况不允许 你不能说真话 第二个呢 因为长期不让你说真话 你不知道怎么说真话 不知道怎么说真话 所以文革以后 像我这一路人 画什么诗像组画之类的 立刻被关注 因为实在太荒凉 实在太荒凉 不然是根本画了几张小东西 不错 有点真实的意思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可是差不多等十年以后 到刘晓东开始 他忽然就把一个屎给我们扔过来 生活就这个样子 你才知道 这个过温度的两包屎过来 而且有美感 可以说是一幅油画 可以是一种很饱满的一种激情 就是青春 他当时二十七八岁 政府出座的时候 所以我当时非常激动 可是两包屎当时美术 好像没怎么明白过来 很久以后才追认他 我操你厉害 到当时你就走这条路 他就开始画迷宫 画那些焦躁的青年 画失落的一带 画那种愤怒的眼神 画那种大日徒 照着两个男女 根本不知道要干嘛 可是一生的青春 就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再过了一阵子 忽然这家伙出现了 就是表现 这么一个小偷 一个无聊的人 这个电影一上来 今天他来了没有 那个那个演员 在那 黄黄的 哦 大演员 那个小个子 大演员 什么 这个 我 我在纽约把那个小五 那个录像 在塞到那个肚子里面 影像 一出来 我就觉得 卧槽 这会对了 这一个小痞子 这个烟一抽 两下腿一抖 我就觉得对了 第五代 没有一个镜头 这么准确 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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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意识形态 没有理想 没有地位 没有前途的一个青年 站在公路旁边 在等车 然后一直到最后 手铐靠着 蹲下来 人就围上来 从头到尾 准确极了 准确极了 就咱们在中国生活过 周围小县城 小地方过来 你们都知道 千千万万这样的青年 从我当时新开始 一直站到九十年代 可是没有人去说他们 然后这家伙一把抓住 他就说了 所以我今年刚刚在台北 见了这个 这个侯校起来 我说老侯 你什么时候看了 蒋刚克 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说我给他第一部电影 看过 我觉得这家伙会玩 这个业余业余 这个人有办法 这个完全是经验之谈 完全经验之谈 所以我就非常明白 当时林旭东 因为我们是老知青的一代 我们这一代 从来没有说出自己来 到了小东 他开始 开始这个 堂堂正正 把自己的愤怒和焦躁 说出来 是用油画颜料 扔在他们画布上 然后到了他那儿 就把这一代青年 这种 这种失落感 那么我们扩大了来看 可以说 从二次大战以后 就有这么一种电影 从楚河的四百姬 到葛达尔的金疲力尽 然后到意大利 新鲜的主义 到像帕斯林尼 还有更早的这样子 不列生死的人 已经变成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在 现代国家 现代社会 在各种旧的文明在消失 新的文明在起来 一种价值的失落 和一种焦虑 当中有很多年轻的生命 站在那儿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但是他非常意识到 老他也是一个人 我该怎么办 这个变成一个影像的 一个传奇 就几乎从六十年代开始 是一条线 但这条线很晚 才进入中国 而且他对中国的 艺术家明白 就是这是可以 说出来的事情 可以变成一部电影 变成一部画 我当时在纽约八十年代 最早看到 陈凯克带着他的 黄土地到 现代博物馆 来放映的时候 我也莫名的兴奋 我们这代人 居然有人在拍电影 然后事前也听说 牛逼哄哄说 第五代不得了 超越前面所有 可是我告诉大家 我看了黄土地 我非常失望 我还是看到一部 共产党的电影 我没有看到 我们这代人的电影 我这个说法 可能有点过分 我当时在纽约 在七代第五代的 我以为是像 贾张科特林的一部电影 结果刚才 还是这样一个电影 一个八路军 去找一个什么 民歌旋律 就是这些 一个小女孩 什么这种 好慢好慢 在那镜头扫来扫去 就过时针那种 日本的长镜头那种 我非常失望 非常抱歉 我这个很冒犯 我跟凯卓的朋友 分明 我说太多了 你说两句 我听了很多 我讲一下刚才的情况 其实这个情况 就是 实际上我学电影的时候 一开始学电影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冲着导演去 所以一做到北京电影圈 那个教室里的时候 就开始写剧本 但我写的剧本 都是那个 就是生死离别啊 然后传奇啊 就是完全都是 都是这样的一个 那时候我以为 电影必须 只有这些东西 才是电影能够呈现的 也是才是电影 能够值得呈现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逐渐的我觉得它是 我觉得我们一出生 并不是很有自我 里面 换换捶捶逐流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通过阅读 比如说读深中文的小说 包括通过观影 对我那时候看 人家侯孝贤的电影 风贵来的人 我觉得特别的亲切 那个心切在于 他电影里面那些 那些海边的那些年轻人 他跟我家乡那些年轻人 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逐渐想 为什么他的电影 一个台湾的电影 能够感动我 因为他有何教权 他个人的经验 他个人的 他很珍视 他个人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是一方面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逐渐的获得自我的过程 另外一方面呢 也跟愤怒有关系 我们那时候 每星期在电影圈 每周 每周 每周三 有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 就等于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公演 就洗衣场刚出来 就会放给学生看 那么我看了差不多有两三年 我没有一部电影 跟我有一点关系 就完全是跟中国人的生活 跟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受 甚至跟我们的饮食习惯 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 那个一年里面 我看到的那个 片子里面 这个几百 一百部片子 或者七八十部片子里面 最起码有三十部 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想大学生毕业了 自己决定去农村 那个扶贫 在扶贫的过程里面 就爱上这个地方了 然后就留下来 就当老师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主义 其实就是这样的故事 在同一年会被 三十多个导演拍这个故事 那么后来又看到一部电影 就是讲一个县里面的 这个县领导夫妻俩早上对话 然后你发现他那个 就一看那个北方那种县城 但他那个餐桌上放的是 那个橙汁 那个黄油面包 我说这个不对吧 好像大家 你是个县委书记 可能也是吃油条豆浆吧 然后上了电影 就连饮食习惯都给改了 就说他会有一种 所谓对电影的惯性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拍电影的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入伴的 那么有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禁忌 所以我觉得我面对的是一个特别僵化 特别虚假的一个一幕世界 但是当我走在街上 走在北太平庄 我去看到 那座三环还没修完 满街的都是那个外来的民工 他们在那干活的时候 他们的样子 他们的衣着 他们的汗水 他们那个掌满青春痘的脸 那么跟我的一些哥们特别一样 我想起我的家乡 想起这个现实生活的质感的时候 我觉得 那如果我们为什么不能拍一种电影 它是我们自己 而不是一种想象 我的意思叫我再说下去 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天吧 我们不是来讲演的 因为我完全是陪客 就是刘寅他们说 整个年轻人特别会走出这种事情 就是把他骗过来 把我也骗过来 但是实际上就是大家 你们也都是有意见的人 看了一个电影 不要骂 不要说好 你们都有话讲的 大家来来来对话 你看 你已经功成名就了 也用不到现在 再去跟大家说 你们一定要聊什么这些 大家都知道 你干了 干了这些年 拍了这么多电影 小人物 然后一个城市的变迁 一个一个时代的失落了 从中 这个 所以你肯定那个小 不知道 好像北戴的部位是小 反正我年轻时候就是个小 我也偷过东西 没给抓住就是了 然后也是 掉一个烟走来走去 然后也是那样的澡堂子里面 这个 那小五这个 光着屁股去洗澡 几步路走得多对啊 然后在里面大声唱歌 在那个 只是他唱的是九十年代 对我唱的是样板戏 在文贵一个现场的拓打堂子里面 十来天没洗澡 在那 我们小时候都这么过来的 就跟猪狗一样 这个 然后一步服务 也没什么本质 也没钱 没有女朋友 这个不知道前途在哪里 都这样过来的 你也是这样 你说给你走另外一段路 你也会堕落 是不是 你在这种话感当中 电影救了 我们是画画救了 都是一样的 你们问题不大 你们说问题有失误的问题 大家聊天吧 反正我很不习惯给灯这么照 我根本看不清你们 有没有总结 可以参加画筒或者什么 有点民主的意思了 光看起来了 这边的光应该亮一点 感谢这个公园的民主 怎么样说 我好 对陈老师讲的太好了 我问一下 小蓝色导演 我想问一点心机的东西 那个 草堂里的裸体 我想请问 你这画面 仅仅是表现这种真实性呢 仅仅是真实的反映生活呢 还是有所指 谢谢 这个 拍草堂这个戏的时候 我就说你没有选择 我觉得你得拖 因为我看过好多国产电影 拍草堂的男都穿的 被修在洗澡 我觉得我要是也这么拍的话 那也就太差劲了 然后我觉得演员特别好 就是当时拍这个的时候 我们那个录音师啊 那个制片啊 跟我说 说那个小姐 你去跟王伟说说 别到时候要飘就不干了 咱们就那么点钱 进不起折腾 要改计划 当格进度怎么办 我说不用说 他没问题 真的拍的时候 王伟非常潇洒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县质的人呢 这是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那个时候 有这种 有这种 仅仅是为了真实吧 就是我一看那个拍洗澡戏 穿背心就觉得恶心 那这么拍的电影怎么可以呢 要么就别拍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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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